以希节书第四十三章 中的门进入殿中 灵把我提起来 灵我进了内院 我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殿 那人站在我旁边的时候 我听见主从殿中对我说话 他对我说 人子啊 这是我宝座之地 是我脚掌所踏之地 我要住在那里 在以色列人中间 直到永远 以色列家和他们的诸王 都必不在意他们的淫乱和诸王 在秋坛上的石碑 玷污我的圣名 他们的门槛靠近我的门槛 他们的门框靠近我的门框 我与他们只有一墙之隔的时候 他们以自己所行的可赠之事 玷污了我的圣名 所以我在怒气中灭绝他们 现在他们要从我面前 除去淫乱和他们诸王的石碑 我就住在他们中间 直到永远 人子啊 你要把这殿指示以色列家 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而羞愧 又要他们量度殿的尺寸 他们若因自己所行的羞愧 你就要把殿的设计 结构 出入之处 以及一切设计 规条 礼仪 法则 都指示他们 在他们眼前写下来 使他们遵着 殿的一切设计和规条去做 殿的法则是这样 殿在山顶上周围的界线都是制胜的 这就是殿的法则 祭坛的尺寸是 底座高50公分 边缘宽50公分 四围另有边高25公分 这是祭坛的座 从底座到下层的台座 高1公尺 边缘宽50公分 从小台座到大台座 高2公尺 边缘宽50公分 祭坛的供台高2公尺 从供台向上突出4个角 供台长6公尺 宽6公尺 四面见方 大台座长7公尺 宽7公尺 四面见方 四围有边高25公分 底座四围的边缘宽50公分 另有台阶朝向东面 他对我说 人子啊 主耶和华这样说 祭坛的规条是这样 做成了祭坛 在上面献凡祭 早上写的时候 你要把一头公牛犊 给那些亲近我 侍奉我的祭司立位人 做赎罪祭 他们是撒都的后裔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你要取些公牛犊的血 抹在祭坛的四角 和台座的四角 以及四围那些 突起的边上 你这样洁净祭坛 祭坛就洁净了 你又要把那座赎罪祭的 公牛犊烧在圣所外面 在圣殿指定的地方 第二天 你要献一只 没有残疾的公山羊 做赎罪祭 为要洁净祭坛 像用公牛犊 捷净祭坛一样 你捷净了祭坛之后 就要献一头 没有残疾的公牛犊 和羊群中 一只没有残疾的公棉羊 你要在耶和华面前 把它们献上 祭司们 要把盐 撒在他们身上 做凡祭 献给耶和华 一连七天 每天 你都要预备一头 公山羊 为赎罪祭 也要预备一头公牛犊 和羊群中的一只公民羊 都要没有残疾的 一连七天 祭司们都要洁净祭坛 祭坛就洁净了 这样 他们就把祭坛 分别为圣了 满了七天 从第八天起 祭司们要在祭坛上 献你们的凡祭和平安祭 我那时 必悦纳你们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祭坛